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阳历险记第231集 想看前面1到230集的小伙伴可以先关注爱阳 点击主缘往前翻一翻就能找到咯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 燃烧了我 在这里围上满满的一圈火把 这样我相信一定就不会有怪生成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二层能不能杀新铁归类 但是理论上是在这个范围内的 既然实践才能出真知 所以我就花了点时间造了二层 到了晚上这一层的亮度会不会不够呢 那干脆我在这里围上一圈再插上几个火把吧 虽然周围呢都有照明装置 中间部分也得亮起来才行 嗯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要是还有怪进来的话 那我就只能佩服它了 接下来呢 得做一些告示牌来用 因为我们七杀铁归类还得用岩浆 就像僵尸刷怪龙那里一样 由于铁归类的体积比较大 得多用几个告示牌才行 这也是我把刷铁机的中间做成二乘二的原因 不然我们可爱的铁归类怎么会从上面掉下来呢 哦 差点忘了 顺便把岩浆也给取了吧 阿阳阿阳 等等 哎 怎么了 我刚刚把我挂铁刷的腐肉和猪人塔的腐肉都换成绿宝石了 一共有四十多个了 那你竟然有这么多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遇到像你那样东西换完的情况 一下子就全部都换好了 我去 这牧师是不是看不起阿阳娃 竟然差别对待 嘿嘿 肯定是因为我比你可爱呀 好啦 你去忙吧 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了 咋还有只小蜘蛛传送到地狱来了 它是想混混猪人和恶魂吗 轻松KO 以后没本事啊 就别再乱传门了 这岩浆都被我和小月踩到凹陷了 所以说岩浆和水不一样 并且不是无限的 之前看到有小板在评论底下争论这个问题 哎呀 我顺便给你们解答一下 呃 这几桶应该够用了 在这里放上告示盘 哎 不不不 这样不好看 得把这些石头换成玻璃才行 像这样的方式放置好告示盘 四块就够了 在这上面呢 倒上岩浆 其实啊 只要一桶就够了 但是呢 倒上四桶会让表面变平 可以更加美观一些 看上去啊 还是有点怪怪的 哎 算了 把这下面的部分全部都用玻璃给替换吧 OK 等回家把漏斗和箱子拿来 就可以静静的等待铁亏类掉下来了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紅色彩虾锡 黄色彩虾锡 黄色彩虾锡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门 两个小时